你有打算到幾歲了嗎? 打算到...懷孕吧 那妳的那個生死計劃現在進行嗎? 我們就是很佛系耶 很順其自然 沒有在特別避孕 但是也沒有強求說一定要 對 這算很安全的事情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隨心所欲這樣 我也沒有去動軟 人家都說 欸妳33歲 妳還沒有去動軟 妳又不趕快生 我說沒有 我覺得很佛系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就是緣分裡面 妳有就會有 那如果妳要去強求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對阿 妳現在對妳進來有被犧牲嗎? 23歲 我大概要整整10歲 會覺得有壓力嗎? 有一點 有一點 對 她的五季是不是有比較狠嗎? 我們其實進來都會先審核一下五季的部分 有到一個我們要的基本旁才會讓她進來 所以我們大家的五季的其實都差不多 程度都差不多 對 那你生活的隊長是怎麼大? 對 因為她們都很少女心 然後她們很常會因為一件小事情 就是音量會放的很大 就是 哇哇哇..我就會說 安靜 吵死了 吵死了 外面你們在那邊吵到吵 就很像風紀鼓掌的概念 對 或是會說那個誰誰明天集合不要遲到 誰最愛遲到就會特別提醒他 欸 明天不要遲到這樣 打算到懷孕吧 我們就是很佛系耶 很順其自然 沒有在特別避孕 但是也沒有強求說一定要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隨心所欲這樣 我也沒有去動軟 人家都說 欸你33歲你還沒有去動軟 你又不趕快生 我說沒有 我就很佛系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就是緣分裡面 你有就會有 那如果你要去強求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對啊 就是 看彼此的schedule吧 哈哈哈哈 看一下schedule 對啊 有磨合了嗎 身體3歲 有欸 因為我發現我先生其實很有選擇障礙 可能叫個外送他要看個一個小時 就是我說我洗完澡出來 我說你怎麼還沒點下去 所以我都已經洗完澡了 他說我不知道要吃什麼啊 所以我通常都是負責幫他決定的那一個 對 因為我比較果斷 會吵架嗎 不會吵架 就是慢慢磨合了之後 以後我就知道外送我來點就好了 對 那家事誰來做 他做 因為我很不會做家事 他很會做家事 對 所以我們個性算蠻互補的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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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